春有白花,秋有月 夏有凉風,冬有雪 誰無限事掛心頭,錯失人間好時節 浸得安閒,自在觀 雲雲眾旅,觀自在? 寬廣心靈,逢星期一晚,煞時衝動,顏聯舞,蓮花紹冬金剛上司,深深呼吸,寬廣心靈 寬廣心靈,由普明佛學會贊助播出 上司,日生你好,又見了 我記得上一輯說過《紅樓夢》的說話 什麼人情煉達,職文章 然後我又記得,《紅樓》我都會看《連生活佛奴聖賢》的書 這段日子裡有一篇,我想聽聽上司的體會 就是《天的法則》 哦,這篇是 不過還沒講《天的法則》之前 你自己又有什麼生活體會 又有什麼想來跟大家談談? 最近我們中文大學又開課 很難得,顏山肯過來客串兩堂 在第二堂裡,我印象深刻很多 第二堂裡,你這個題目應該是 《淨地何需數?空門不用關》 《淨地何需數?空門不用關》 其實都是講心態、異境 如何面對,你靜地何需數 但是靜地是什麼呢? 是不是乾淨的心境 靜地就是我們所謂的心地 對,我們是心地 就是我們是否真的靜呢? 其實這句說話 帶出來就是靜地何需數 異境就很好了 但有多少人覺得自己的心地真的這麼清淨 但是我又在這兩句裡面體會到一件事 人生還有一些境界我們想達到的 就是有些希望 如果沒有希望的話 沒有圓景的話 人生活著 每天活著糊塗糊糊糊糊糊糊 其實都挺耐人的 就好像哪位說好像一條鹹魚 所以你剛才所提到的兩句 《淨地何需數?空門不用關》 其實是一個境界 但這個已經是比較高層次的境界 但是還有一件事 因為我在課堂裡面 時間的關係我都沒有去到這個位置 既然你提一提的時候 《灰港心靈》裡面都可以強調一下 生活裡面一定要有遠景 遠景和遠景 與此同時的就是說 有些境界我們想達至 有目標 有些地方我們想去到的 心境也是 《淨地何需數?空門不用關》 是一種境界 是一種心態 但與此同時 我在這兩句裡面 也聯想到 其實在佛教裡面 很多寺院 他們有很多對聯 很漂亮的 很有意境 很深遠的 其實也很漂亮 我剛才說很漂亮 而我就會想到美學這件事 你記不記得我在課堂裡面 其實我今天想跟大家 花一點時間講美學 是的 我挺喜歡的 題目那裡 美學和禪 和佛寺裡面的一些對聯 其實那些很有文學的意味在裡面 其實你講一講 昨天你講得不錯 你講一講禪 然後一天跳去美學 當然一講禪境 我們一般覺得 一講禪境 一般我們都會比較平靜下來 覺得異境 很有意境 或者很有聯想力 是的 所以你說很美 其實是 你看到日本人 有時候那些懸藝 就鋪很多石下去 茶道 茶道 都很美的 不是 有時候鋪石下去 是代表那個海 所以那些石 它鋪出一個波浪形出來 就是海的異境 好像茶道 其實是一種專注 或者將它美化了一些東西 然後呈現出來 所以一旪 我第一次聽人說 旪是一種美學 但我又很接受這一點 我覺得是一種美學 其實這個美不只是出面 而是怎樣美化自己的內心 所以我覺得你這句 帶得非常好的 希望將來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不過除此之外 你還有什麼想不好不快的呢 那不是 我覺得你給我很多 啟發了很多 我沒有想到的事情 例如你說 空門不容 正地何需數 但是我又想回 我覺得已經是去到 後面那個階段 那未靜的時候 要不要掃呢 靜地就不用掃 若果未完全清淨就要 是吧 這只是你講的 遠景 但你怎樣去到 其中一步一腳 人家就要有功夫放下去 如何達到靜地 這個其實就是功夫 這個可能是一個般若 是一種悟性 或者是一種歲月 是吧 你說空門不用關 你如果放空了 就不用關 我記得很早期 很早期 香港西門都說 有時候我們 代替很多垃圾 要怎樣清淨的 但是你怎樣可以 讓那些東西不進來呢 所以有時候 初初 都是要有一個 覺醒 和誤性 就是收什麼 不收什麼 好像在 課室裏面 有人說 人家可能只用 一秒鐘 幾秒鐘 一分鐘 說你了 說你的不時 或者發你困難 可能他未必是對你的 可能他剛剛 你這個時候出現 他找了你做 punching bag 但有時候 你不需要 他那一秒鐘 半分鐘 或者一分鐘 給他影響你的心情 一個小時 一日 一個月 甚至一輩子 也有 是的 也有 所以有時候 你代不代了這些 其實有時候 有時候 有沒有選擇性 你自己應該想一想 有時候 你覺得不對題 你不要自己去戴那頂帽子 不要自己對他合作 另外 我覺得你在課室裏面 我覺得你第二堂 我就喜歡很多 比如說到曾經 你帶到你 現實 現實 我見大家都很多人說 究竟現實是什麼 好像你說 當下 有些人是怎樣回答 有些人說 不一定是預期的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有些人要馬上處理的事 其實現實 你除了是當下 現實的事 有時候我們未必有得選擇 還有現實你面對的事 可能你會立即處理 其實現實的事 其實就是 擺在那裡 可能未必你有得改變 現實的事 有時候我們不能改變 但我們能夠改變的 就是我們內在的 你如何面對現實 如何面對這個reality 其實好像怎樣看照 我記得 有一個故事 很簡單 但也挺有意思的 有一次 小女兒在家裡玩 她爹地見到家裡玩 她說為什麼不出去 找小朋友玩 她說 打開窗看看 下面濕濕濕濕 剛剛下雨了 骯髒骯髒 怎樣出去玩 所以下雨是不好的 搞到我們不能出去玩 我爹地跟她說 那你不看看天 就是你有沒有看下面 你不看看天 下雨後 你有沒有看到那裡 有一末彩虹呢 打開一個窗 你可以看很雷寧的濕路 你可以看一個藍天 有末彩虹 還有一個窗 還有下雨之後的景象 兩個都是現實 兩個都是一個現實 你總是看濕濕濕 一劈泥 還是看藍天白雲 一目彩虹 其實都是雨後的現象 都是一個現實 所以我們在現實裡面 有時 是不是昨天有哪個學生 還是你說 其實現實裡面 如果你懂得苦中作樂 其實你就可以轉化很多東西 你自己怎麼看 我記得你說 你現實是當下 這是一個開場白 對 這是一個開場白 因為其實 上課的時候 我會有些功課給他們做 其實他們都不會有好日子過 當然我看他們的情況 但裏面也看到一件事 我問他們 是否吃飯的時候 吃飯 談情的時候 談情的時候 傷心是傷心 憂慮是憂慮 憤怒是憤怒 工作是工作 然後 然後 我問他們 究竟以上幾項 你覺得是最容易做得到的 是的 這句我覺得 你問得不錯 其實 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但他們的答案 第一個答案 我很惡然 你記得第一個答案 是什麼 憂慮是憂慮 好像是憤怒是憤怒 憂慮是憤怒 然後就是憤怒是憤怒 是的 為什麼他覺得憤怒是憤怒 是很容易做的 但是 有一個同學 馬上回答 其實絕對不容易 他說 你好像被老闆罵你 你有情緒 你可以對老闆憤怒是憤怒 這也是現實 憂慮是憂慮 你都還可以 我覺得 你說了幾件事 你還說拍拖是拍拖 談情是談情 談情是談情 但我發現 你說了幾件事 你說哪件事更容易做 哪件事較容易做得到 較容易做得到 你說吃飯是吃飯 你說 吃飯是吃飯 工作是工作 戀愛是戀愛 憤怒是憤怒 憂慮是憂慮 憂慮是憂慮 我說五件事裡面 有些事容易做 有些事不容易做 那是我的答案 其實因為時間關係 我首先問哪件事 你是最容易做的 哪件事 跟著其實 因為時間關係 我還有一個問題 你覺得哪件事是最難做得到 我問得多好 其實在這個題目裡面 還會順達現實 是什麼現實 其實 我喜歡這件事 就是沒有一個劃定的答案 沒有一個劃定的答案 每個人應對不一樣 其實人生 我們可不可以給多一點點彈性自己呢 現實對於我來說 我有一點點做功課 在思考過程 現實就是生滅法 是一種生滅法 一念起 下一念又來 下一念來的時候 剛剛起了一念 又離開了 是不是生滅法 是不是生滅法 可以說 然後 我從生滅法一直推到去 現實就是虛妄了 哈哈哈哈 這些就是太過哲學性的事情 我不說了 太蟬了 這個我就沒有說 因為這些是需要多時間 大家一起討論的 你真的要完全投入到宗教裏面 就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通常就去到最後 有時間有機會的時候 就會對焦去到 因為有時候 不要說你每樣都要拿 你拿到一件事 其實都可以利益到自己 但是你講到拿一件事 你有一句是很好的 很多東西 我們其實有很多很好的語言 我們其實聽過 你跟著那句就好了 你跟著那句就好了 聽了之後 有多少真是虛善用呢 我所指的是 我們是不是在過口號式的生活 口號式的生活呢 沒錯 口號式的生活 除了講之外 是不是真的有一個講者 講話的講 有多少個是行者 所有的修行人叫做行者 就是修行行裡面 在日常行著作惡裡面應用的 我回應剛才你說的 哪一件事較容易做 我覺得有幾件事是不容易做的 你說戀愛是戀愛 談情是談情 對 都是這樣 我就說 其實這個不容易做 為什麼 你覺得很容易做 因為你談情是兩個人 先說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已經假設了你談情是談情 你已經有一個對象在 有對象 我覺得你有對象才叫談情 其實一個人也可以和自己談情 少一點 不是 談情的方法不一樣 如果你說自己和自己談情 我就想起那句 李白那句是對影成三人那句 李白自己在月下喝酒 然後自己說對影成三人 怎麼會變成三人出來的呢 這句就是千古奇案 究竟他的思維 可能他成為李白 成為師仙 他自己在月下喝酒 然後首詩說 月下獨相親 我忘記了 總之我記得這句 對影成三人 這句就是千古奇案 一個公案 他自己喝酒 一個影 加上月亮不可以計人 為什麼他對影成三人呢 這個其實就是很大的空間很闊 為什麼他自己喝酒 和影畫會對影成三人呢 因為他喝醉了 還是他心目中有一個對象在 他思念他為他喝酒 心裡面還有一個人在 對影成三人 對影成三人 這個不邏輯的 所以我說這個也是美學的一種 美學一種 就是這個很大的思維空間 你知道你說的 這個也挺有禪意的 對 我當時讀這句就覺得 這句很有味道 這個我們叫做很有法味 這個就叫做 為什麼會對影成三人 對 所以唐朝到現在 可以首詩流線一千五百幾年 好像以前的《錦濕無端五十圓》 這個我還沒聽說 一元一柱軒華年 以前的錦濕就是琴、古增 是十五條圓的 他說他的錦濕是五十條圓 他也說了 錦濕無端五十圓 一元一柱軒華年 還有兩句我不記得 我突然說這些 去到詩的美學 他是超現實的 可以說超現實的 就是你一般 換把師自己喝酒 為何變成三個人 為何彈彈一下 十五條圓 他變成五十條圓 當然他有他自己的隱喻 可以說五十圓 可能代表他的歲月 他歲月在江武昇平 在很享受的 五十條圓 代表他一生人的歲月 可以這樣代表 當然是私人有他的意境 不過說回你說 拍拖時拍拖 就算你有一個對象在旁邊 你覺得花前月下 談情是談情 你覺得花前月下很好 怎料這個女生說 帶來這麼多地方 這麼多蚊 所以我就說談情是談情 這個談情是談情的時候 你突然說一句 就已經不是談情是談情了 這麼多蚊 你倆是在拍拖 花前月下是想著談情的 可能他想著 好一點 可能每個人的起戶 真的不一樣 你講得對 我現在就是講現實 現實就是談情是談情 就是在這個境內 如果你說現實就是當下的 有沒有好好珍惜 當下呢 然後在當下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的 究竟你看到滿地來臨 就是一般的 一般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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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 你講容易做的事情 如果你加了其他的因素 或者加了其他的第二者 第三者 就沒有那麼容易做得到 如果你只是自己吃飯是吃飯 我覺得可以 你專注的應手 第二 你就說 憂傷是憂傷 是 憂慮是憂慮 憂慮是憂慮 傷心是傷心 你這個也可以 有些完全自主 可以自己投入去 有時你可以為父身屍 強說仇 你都培養自己的情緒 去投入去 所以這個沒有第二者 第三者 或者沒有外人外物 我覺得容易控制一點 這個就是我感覺 所以我覺得你講的 課堂裡面 帶出很多話題 都思考性很高 我就很喜歡 我自己 我看到學生 同學 同學反應 我希望他們也很喜歡 之後你走在前面 他們在下面聊天 都覺得 今天講一些話 大家都在討論 那就行了 但另一方面 我記得其中一個同學 Manson 他問了一個問題 可能他聽了我在課堂裡面 所說的內容的時候 他突然問 顏先生你有沒有閃定的 我沒有 我在跑步的時候 又或者我在練聲的時候 就是我放空自己的時候 我老海有一片空白 較容易 很容易會 不是叫入定 很容易是沒有東西的 很專注的當下 但反而在其他的 就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我閃定 我就沒有試過 不過我說 在生活裡面 我都會盡量 給少許時間 去放空一下自己 你記不記得 前年我們不是一個 閃得起閃得營的 你當時都說 我們在一起做 我和同學一起做靜坐的時候 你覺得你的感受都很好 要不要放空自己 要不要坐下 但是有趣的一件事 集體一起去做一件事 因為共業 氣場 會互相影響 很奇怪的 但當你自己是一個 在家裡的時候 就沒有習慣 你很容易心圓意馬 你很容易按納不住 你很容易 總之不專注 你很容易被外景所牽動 當然這個 你說藉口又可以 但事實 這個也可以是一個入門 但是 其實你知道 你打功夫一樣 你練習馬 其實是最沉悶 和最容易令人的心 不知飄去哪裡 最多集念 所以說到閃定 回頭我想聽一下 上司也提一提 我突然問 是的 這個同學Manson 叫顏先生 你應該試一下閃定 對於你來說 很有幫助 為什麼他會說這番說話 讓我聽聽上司來 開始試一下